我不是說今天吃外賣還不煮菜 你說六點半回來, 八點半都沒見人 我怕你有事要做 就炒得那麼多一個菜以防萬一 九點鐘沒飯吃, 坐牢 一沖過來就懂得睡覺了 坐牢給他牛肉餅吃? 這個外賣我排了兩個小時才買到 這才叫美食 你真的排了兩個小時? 兩個半 好, 有誠意, 疼你, 討厭他 你排了兩個半小時的牛隊 真的買牛肉餅嗎? 是呀 我上次跟你排了三小時, 能醜的 那次在醫院排了一條X光 我懷疑自己有肺炎 生死由關的大事, 怎麼會不同? 你現在不是找我肺炎 去給我牛肉餅? 你戒了牛肉餅 我不吃牛肉餅 這個世界還有豬肉餅 還有雞肉餅, 還有羊肉餅 行…我去廁所 你想想你會買什麼餅, 我只會買給你 年輕人, 你真可憐 有個這樣的老爸 送杯貓屎咖啡, 送牛肉餅 謝謝你 牛肉餅 你不懂得欣賞了嗎? 你慢慢享受吧 很久沒見, 很想念你們 我不是, 我要遮掩你了 連手都拿大膝蓋兒 很…很辣 照顧牠, 照顧牠 糟糕吧, 火鋪, 到點兒 快… 來, 去吧 勇仔, 他幫忙 他裝作了 幫忙, 勇仔 他真的有事了吧 你走開… 你前面 來, 走開 他很衝, 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 坐一會 等等 很困難,很困難,很困難 很困難?沒理由的 對,是我火燒了進去的 吹什麼? 沒力氣,沒力氣 鷹鷹,你到了 搞什麼?你們穿上衣服似的 差點認不出你們 你這麼說就誇張了 我一向都認識的 坐對面那兩個工作多了 打算收補給人的第一印象 給誰第一印象? 畢竟是人家第一天上班 Toby? 他的品牌說叫他做多多 又關你事嗎?間尋,你不是疑問了嗎 還有一個負責任的前同事 早上跟新同事打招呼 我也有事要跟他交… 心裡的那句別說得出來 知道吧,你想什麼?你 正經一點…我們現在是薄薩期 我們想想怎樣創業 先搞自己的事,行嗎? 要緊也要休息吧? 對,何況那百多萬啟動資金 搞定了嗎? 對,你說沒問你爸爸拿錢 那我百多萬要哪裡來? 我可以告訴你的時候就會說 這麼大塊,總之我們不用點東西吃 我走了 那沒氣味 好像是在房間 怎辦你說什麼? 你是一國人最喜歡的人 你不要不接我的電話 你快回覆我,好嗎?我一直很想念你 真是事實 新同事的男朋友失蹤了 你怎麼回事? 難道笑成這樣? 很明顯嗎?對不起 我覺得應該不是男朋友 應該是跟爸爸聊天而已 爸爸?你有沒有跟爸爸說話? 爸爸是爸爸 但人家的就叫Sugar Daddy 就是專門保養年輕女兒,乾爹 你沒口罩,疑問就快點走吧 這個人這麼沒品 明知道自己沒行又沒辱人 你再這麼說話,遲早下地獄 你要下地獄,過來 你先看別人用什麼袋子 用不兇得這麼賣? 找到顛念的東西,我看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肅當情,這個袋子至少值六萬九 六萬九?我整副身家 我的袋子有什麼問題? 沒有 多多,你有沒有事? 是,多多,以後你有什麼開心或不開心 都會找我的 我左邊的肩膀是讓你開心用 右邊的肩膀是讓你不開心的肩膀 其實我真的有些事想和你們分享 我剛剛接了一宗大生意 很棒 很棒的,一來到就挑一宗大贏 我看過了,Toby介紹的那間樂人慈善之家 就是幫助弱勢社群的慈善團體 搞慈善?就是不幫助錢 多多說我們做好這類大型團體活動的經驗 以後接觸的路會闊很多 無論如何,我們到時先聽對方怎麼說 我們先談那麼多 我雖然是收錢提供服務 但你也沒有這種態度 你是收錢沒有服務 他買一張SIM卡,你買了嗎? 買了 那就換吧 老實,老闆 老闆,你經常說那百多萬 我一毛錢都沒收到 我還沒被他欺負我 打眼我,蝦吃著我 你不給位子,誰能吃到你? 快點 搞定了 想不想換個Water給他? 隨便吧,我只是一樣,我打給你 公司的同事背後 每個人都這樣叫你 你老殘銀落這個名字嗎? 這件事是否只有我 以後打給你兩、三、二就好接 但是我接了一宗大生意 未必可以廿四小時通訊號 接到你的電話 來吧,吃點沒錢賺到大生意 所以就要請求大錢生理 你現在這個客人,難照我就知道 因為平時有些客人聊天 都是去他家裡或公司 再不然就去查記 但是這個就堅持在木球會 木球會又怎麼樣? 高級過頭,搖小子嗎? 不是,我也知道我們這些新公司 接到這些大單工作會有很多好處 但是我始終怕他們對我們沒有信心 這個世界上最兇的是什麼人? 做事不理後果的人? 做事不收錢的人 他們一定知道自己談話沒肉食 沒什麼錢賺而肯做的 你說除了你們,還可以選擇嗎? 只要憑這點,你吃硬的東西 是呀,老闆你很聰明 我接受不了你這麼低級的錯誤 對不起,世前先生 Marco發什麼電話? 他在變成我雷射 我問你,我們超級威威產品 是外銷到巴哈馬還是巴拿馬? 巴拿馬? 那為什麼合約會打巴哈馬? 錯了,就要承認 不好意思,世前先生 我下次會幫忙看清楚 還有下次?可以解僱了 回去問問你媽媽 是不是把腦子關掉了? 是嗎? 突然說人家媽媽幹什麼? 就是了,還有 合約的事不如安哥跟著 一看就知道是死仔安 就找到這裡看死鬼吧 老闆沒理由,Marco看不出來 阿爺進來,太子又看他不順眼 豐不是妒忌他年輕、英俊 又受大家歡迎嗎? 太子,應該長期益,任志宋的變態 你只是反社會人格 還引發性功能障礙 女人真是不行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t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集吧 讓我看你 歡迎 快點去下載這個 快點去下載這個